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可爱妮妮的小窝 我是汪汪又见面了大家 那今天的这篇美妆日记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改一个时髦啊 最近在这个美妆这个频道当中的流行的一个tag 叫关于眼影盘的那些事啊 然后我自己呢是看Emily Neo83 她做的这个tag的视频 然后我有关注她的美妆频道嘛 然后是我自己最喜欢的这个美妆博主之一 欧美这边的啊 然后她做了这个tag之后呢 好像最刚开始创建这个tag的是 这一个marchlovebeauty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女生啊 然后我觉得很多的这一个问题 虽然很简单的给的答案 真的是蛮有意思的 然后我甚至去那个搜索栏里面 去搜这一个tag 然后出来一些视频 然后感兴趣看一下 大家真的是答案各种各样 有相同的 但是又有大不同的这样子的 那所以今天呢 我也来做这样一个tag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然后我在说这个tag问题的时候 大家不妨在下面留言 我也想看看大家的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真的是很想知道啊 然后第一个问题是 最新的眼影盘啊 newest one 然后我自己呢 最新的买的还没有到我家 仍然没有到特殊时期 很慢 完全可以理解啊 可接受范围之内 虽然等待的心情 真的是恼恼的那种的啊 登登 这里啊 斯富兰的这一个 i love palette 然后我的这个四号呢 是warm medium warm 这种的 那这一个眼影盘呢 我有放进我的这一个 五月份的最爱当中 可能皮肤比我白很多的朋友 或者是 亚洲里面就是 普通的黄皮肤的朋友 不像我皮肤色这么深的话啊 然后这个你的用起来 可能稍微有点费劲是什么 就是中间色稍微少了一个啊 这个颜色会偏黄一些 因为它是medium tone嘛 所以要更黄一些 那我觉得他们家的light warm 可能更好一些 但是我想说的是 它的质感跟颜色 打造出来的妆感 是很有质感的 那斯富兰collection 他们家这个小的眼影盘 14美金 我觉得也在大家 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啊 所以我觉得是 蛮值得一试的啊 这一个眼影盘 是我最新的 也成为我自己最爱之一啊 所以这一个 是我最新的眼影盘 然后最古董的眼影盘 the oldest one啊 然后我本来以为 是two face的 semi sweet 但是不是 我竟然还留有这一盘 来举手大家 这盘就不是新买的 就刚出来的时候 你有买这一盘的朋友 来举一下手 我这已经完全过气了 我打开之后 都有一股那种味道出现啊 LORAC的Pro 第一代 黑色的这一个 OK 大家看一下 LORAC Pro系列呢 基本上打开了新世界 是哪 它跟Urban Decay不一样 Urban Decay是 大的眼影盘 打开了新世界 就是大家都开始出 大的眼影盘 neutral tone的也好 或者什么也好 或者开架品也好 但是LORAC这一个 它的上色度 上了一层 那它的粉纸呢 比较浮一些 刷子进去会有很多的粉 还提带上来 这样子的啊 然后比较偏干 但是它很上色 就是你把刷子的 鱼粉弹掉 仍然非常上色 非常好晕染 而且这里边的 这一个shamer 现在啊 我这里边的 已经没有什么上色度了 因为太久了 最起码 七年 六七年 六年是绝对有的 这一个啊 刚出来的我就买了 它应该是 拥有七年的历史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历史啊 所以呢 这个是我最古老的 我应该会把它整理出去啊 他们家的pro的 这一个所有的眼影盘啊 然后我都打算整理出去 今天这个视频 先奉上 最老的一个 在这里 但是这一盘仍然有啊 仍然有 它不是绝版的 但是现在没人去买它了 因为七年 以前 这个上色度 跟七年以后 现在很多开价品的上色度 跟它一样的 所以蛮可惜的一个牌子啊 然后你最贵的一个眼影盘 最贵的一个眼影盘 当然就是这一个 这两个了啊 这个是 NATASHA DINONA 他们家的28色眼影盘 240多美金啊 朋友们 而且我当时第一次买的 这一个brown green 这个还是没有折扣的 后来在斯福兰 有折扣的时候 八折的时候 我买了这一个 purple blue这一盘 这个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啊 我并不后悔买它 但是真的是好贵啊 就是以后就是应该绝缘了 这是这一盘 这个我用的比较少 我不太喜欢用这个蓝色通的 紫色我用的比较多 所以这是最贵的 最便宜的一个眼影盘 我这里就不说ELF 那个四色的 没有必要啊 因为它根本不是一个眼影盘 你打造不了 一个眼妆都完成不了啊 所以四色我就算是一个 小这个quad 所以眼影盘呢 等等 这一个 有几位朋友有这一个 BH Cosmetics 我不知道国内会不会买到这个品牌 这一个我跟大家说 我是 不加税的话 我五块钱买的 加税的话 大概不到六美金 我买的这一盘 这是他们家的这一个 叫marble collection warm stone 上面一个大镜子 底下 大家看到12色眼影 我用烂了这一盘 我永远 它没有过期 我就不会让它出去 它真的可以打造 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的 眼妆 朋友们 它有这种冷色的 有中间色的 有深色的 这里面的这个shamer 我跟大家说 这两个shamer 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 灰紫色 这不能少了它 五块钱啊 大家 它原价好像十美金 但是它的官网 经常有五折 就是折上折 假如说这个是 当时是八折 然后好像八块钱 原价十美金 然后又折上折 所以我就将近五块钱买的 太合适了 太赞了 这个我真的很喜欢 大家看一下这个感觉 超级赞 然后show your everyday palette 你每天都用的眼影盘 如果是整个的 就是我从美妆频道 开始到现在 我每天都用的眼影盘的话 其实就是这两个 OK 一个是 这个算是最早的了 就是 Too Faced他们家的 Natural Love这一盘 这是限量的 现在应该是买不到 大家看到 这一盘我真是用烂的一盘 我有超级多的眼影盘 朋友们应该知道 然后这里边 真的是太漂亮了 这里边的Honey Butter 然后Spotlight 还有上面的Nudy 对于我们这个亚洲深辐色来说 真的是完美的 完美的中间色系 太漂亮了 不会不显色 又不会太深色 所以就是刚刚刚刚刚刚刚好的颜色 这个是我用的最多 而且这里边的这个雾面 也超级漂亮 OK 然后呢 下一个是 五颜六色的眼影盘 就是Most Colorful的眼影盘 就是这个 我不怎么画 Crayon的眼影 虽然我 今天是有一点点 但是对于我来说 这也算是一个Warm Tone 比较简单的一点眼影 那我自己呢 最Colorful的一盘 就是BH Cosmetics 他们家的 Weekend Festival 这一盘呢 也是我在折扣的时候收的 就跟那个Marble一起收的 然后大家看到 像这种颜色 我平时根本看都不会看 就这种蓝绿色 蓝色 然后这种红色 粉红色 Fusion 玫瑰粉 这种的 但是这一盘 就是我唯一拥有的 这种的 而且这一盘的眼影 真的是质量非常在线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买到了 这一个 但是如果你拥有 这一盘的朋友 你非常lucky 因为它的眼影质量 真的是超级赞 这个是我最Colorful的一个 用的也比较少了 Colorful的眼影 然后 最小的一个眼影盘 OK 在这里 差点没看到 好小的一盘 就是 这个是Lorac 他们家的叫 Hollywood Glamour Mini Palette 是跟这一个 Rachel Zoe 然后 Rachel Zoe 应该是这么说的吧 Rachel Zoe 她合作的这一个 一系列 然后她出了很多颜色 然后我买了 其中的一个颜色 大家看到 它是六色眼影 但是这个是一个 亮片 然后那天被我摔了 然后就全部都碎掉了 然后我就把它整理出去了 这个眼影 然后剩下这几个 在这里边 我自己非常喜欢 这两个颜色 跟这个颜色 这三个颜色 对于我来说 就完全完全完全 可以打造一个 比较怎么说呢 在线的眼妆 那至于ELF 那个四色太小了 太小太小了 一个小块的 完全达不到一个眼妆 需要借助其他的产品啊 所以这个是我最小的眼影盘 最大的一个眼影盘 我大概的比较了一下 这个就是最大的了 OK Makeup Revolution 跟Immillion 83 合作的这一个 The Wants这一盘啊 这一盘我自己 仍然非常喜欢 我知道它刚出来的时候 非常有很多的 这一个你知道 小Drama出来 但是 不影响我对这一盘的喜爱 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 这一盘 这个呢 在ALTA 如果你还能买到的朋友 还是很推荐 可以去试一下的 虽然就是 怎么说呢 这里边的这一些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一边的 这底下这一个颜色 这些颜色 绿色啊 蓝色啊 这些深的 太chocky了 所以我基本上不怎么用 但是 这 除了外边这一套 这两个 这一些 我跟大家说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20美金 这么多眼影 打造这么多眼妆 没有什么可 其他的要求 非常赞的一盘 这个是我最大的一盘眼影 然后 下面这一个 show your palette 就是给你最多回忆的 一盘眼影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了 这个是Lorect Lorect Lorect 他们家的叫 California Dream 大家看到这一盘 我去年的铁皮计划 我用完了 这一盘里边的 这个颜色 叫Kitty Cat 这个颜色 当初为了这一个颜色 我又重新 后背了一个盘 这个眼影 我太喜欢这个颜色 大家可能会觉得 万万这不就是一个 非常普通的 我跟大家说 上了眼睛之后 你根本很难找到 里边没有一点灰色度 没有一点粉色痛的 这样的一个紫色的 高光的眼影 非常非常的难 然后我那一盘就是 我把所有的 这一个雾面的 全部都见铁皮了 所以 以我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眼影盘来说 能够用到这种程度 而且还有一个后背的 是真的是蛮值得回忆的 蛮值得有回忆点的一盘 所以这个是 待久一些 如果这个颜色 它可以出单个的眼影的话 下面这一个是 你觉得 眼影盘非常的 worth the hype 我觉得就是这一盘了 Two Faced Sweet Peach 相信很多亚洲的美妆博主 要比欧美的美妆博主 要更爱这一盘 是因为它里面有 Fragrance 很多欧美的美妆博主 很喜欢这个颜色 但不喜欢这个味道 因为它非常的熏透 我刚开始打开的时候 它那个Sweet Peach 那个香精的味道 也蛮熏透的 但是放 就是经常用这么几年 这么多年之后 就味道有 但是不会非常的浓 太漂亮了 太漂亮 太漂亮了 这一盘了 真的是worth the hype 我很喜欢 喜欢这一个 然后下面这一个是 这个是 Not worth the hype 还用说吗 等等 Pat McGrath Labs的 Divine Rose 我知道这一盘的hype 超级高 首先 Pat McGrath Labs 它本身出现 它就有hype 但是这一盘 我真的没有看到它的hype 就是它 刚开始出来的是 限量的 然后卖断货了 我当时就决定我不买 所以我就错过了 后来斯芙兰有折扣的时候 我觉得125美金打8折 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折扣 在彩妆里面来说 所以我就把它收了 我收到之后 我真的是蛮喜欢的 我上了眼睛之后 我真的很后悔大家 Ted McGrath Labs 他们家的盐用 最特殊的就是那种 比较有diamond的 沙沙感觉 那个高光亮片啊 但是这里边 就是这种普通的share 非常薄 薄薄的一层在你的眼睛上边 这个colourpop的super shock 都可以达到 125美金 大家 虽然我是100美金买的 但是 No Divine Rose 我觉得 没给我什么惊喜 OK 然后 但是如果说一个品牌的话 Charlotte Tilbury 他们家的眼影 我觉得在我这里 not worth the hype 那么贵 那么贵 然后 我不知道怎么说 总之颜色上也没什么特殊的 你最喜欢的一个眼影盘 从你最爱的这一个品牌当中 选一个你自己最喜欢的眼影盘 我最爱的品牌 当然是Vizard的这一个眼影了 对不对 如果刚开始的话 我可能会放进来 他们家的那一个 80美金那一个 但是后来 它出了Layazon这一盘 完全称我最爱 首先冷色调 其次大家看一下这里边的这个紫色 太漂亮了 这个冷色调做的实在是太漂亮了 不会像你把你的眼睛 打成了熊猫眼那样子的 不会 加上我的肤色比较深 它显色度也非常漂亮 而且中间这三个金属感的 on point 超级赞 下面是一个 show your most used palette 你用的最多的一个眼影盘 曾经的这一个 California Dream 是我用的最多的一个眼影盘 算是 然后另外一个 我用的最多的眼影盘 就是已经停产的 这个Anastasia Barbecue 跟Maria合作的这一个眼影盘 就是那一个卡代山他们家的 御用化妆师 这盘是用我用的最多的一个眼影盘 但是已经绝版了 已经买不到了 非常非常漂亮 我觉得就是专业的 Pro的老师 他真的就是 各种经验 他的颜色上的选择 实在是太漂亮了 实在实在太漂亮了 我没话说 很少就是能够有这种绿色的 做得这么到位的 就这种叫什么绿色 tail的这个颜色 有点灰色 灰绿色这种感觉的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可惜啊 再也买不到了 但是我感觉 卡代山他们家那个眼影盘也不错 但是特殊的颜色出的比较少 比较偏neutral一些 他们家都是裸色系嘛 对不对 好了大家 那今天呢 关于眼影盘的这些事的tag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然后我觉得是一个 蛮有意思的一个tag 然后我很想知道 大家的答案是什么 不妨留下你的足迹 让我预览一下 真的很好奇啊 真的很好奇 各位朋友们会留下什么样的答案啊 那今天的这篇美帐日记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妨点赞一下 新的朋友呢 如果你对美妆感兴趣的话 不妨订阅一下我的美妆频道咯 我们就下篇美妆日记 再见咯大家 bye